先等OPPO未来科技党会上展出了这个OPPO X2021卷轴瓶概念机 来了,现在就在我手上,一起来看看吧 这款OPPO X2021搭载了一块最小6.7英寸,最大7.4英寸的无级Olan柔性卷轴瓶 并且通过OPPO自研的ROMOTO动力总称 就因OnePlate零段差屏幕支撑托板和WoopTrack高强度屏幕叠层 从而实现了几乎零折痕 如快卷斑,自由伸缩的屏幕效果键只是非常不一般 它提供两种折叠方式,一种是按两次开关键 另外一种是直接侧滑就可以了,还是蛮方便的 像刷抖音看视频这样随时随地的折叠和开合它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整体的这个机身厚度你们觉得厚不厚呢? 其实OPPO对中端型开的创新一直是存在于DNA之中的 你看在2013年OPPO就推出了首创206度自由停旋转摄像头 那在14年问世的OPPO N3也是配备了1600万像素电动旋转摄像头 再到2018年Find X发布 创新性的采用了双轨潜望结构 将摄像头和多达11个元器件隐藏在了手机内部 实现了浑然一体的手机构成 并且是成为了当时全球最高品占比的产品 那现在的这个OPPO X2021是OPPO对手机终端形态探索的最新成果 即将了OPPO在柔性屏和结构堆叠领域的技术储备和领先 好那么以上呢就是这一款OPPO X2021卷轴屏概念机的大概的一个分享了 如果你们还想要了解什么的话呢 欢迎在评论区里面留言哦 我们下期再见